你知道全球最严重的十大空难事件吗? 每一场都是人间地狱 最轻微的都有257人死亡 那么今天让我们来盘点全球最严重的十大空难 第十名新西兰航空901号班机空难 这是一架在南极观光的旅游航班 并且该趟航班一直都受到游客的青睐 前来乘坐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但在1979年11月28日 一直为乘客提供美丽风景的飞机 却成了所有人的噩梦 25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无意生还 而导致这场事故的原因有三点 当天航班的机长和副机长都换成了 飞行时长加起了有1.7万小时的吉姆和格列格 但他们从未驾驶过南极的这趟航班 第二该趟航班的两个航线坐标点 在当天早上被人修改过 然而这种重要的事情竟然没有人 提前通知飞机上的机组人员 于是他们按照原来的计划 460米飞行高度继续飞行 第三新西兰航班为了给乘客带来更好的南极风景 航行高度远远低于当时的飞行安全条例高度920米 这种行为是严重违背飞行安全条例 而正是这三点 一步步将飞机上的乘客推向死亡的边缘 当飞机飞到埃里伯斯火山时 突如其来的高大火山 导致机长无法在短时间内操控飞机向上跨越火山 仅仅在6秒的时间便与火山相撞 飞机上25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都当场身亡 因此南极州观光航班自此停办15年 直到1994年由澳洲航空再次开办 第九名尼日利亚航空2120号班机空难 事故发生在1991年7月11日 虽然这次事故是因飞机轮胎自然所导致的 247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但间接导致灾难的却是项目经理和机组人员 项目经理明明知道 第二号和第四号轮胎气压低于最低标准 但当时现场没有提前准备好需要冲进轮胎的氮气 为了避免可能会因航班延误造成的经济损失 直接无视了轮胎气压的问题 便命令驾驶员立马起飞 于是飞机在滑行过程中 由于一号轮胎承受了二号轮胎所要承受的重力 使得一号轮胎轮胎严重曲折 一号轮胎发生故障后 二号轮胎几乎立即也发生了故障 导致于跑到地面的摩擦产生的热量引发轮胎自然 然而机组人员虽然察觉到轮胎发生了故障 但他们却没有把这道回事 甚至还把正在燃烧的轮胎收回机舱内 这燃烧的轮胎犹如地狱之火 一步步吞噬着飞机内部 当大火烧坏液压电力系统和烧穿油箱时 飞机立马便失去了控制 最后直接在空中着火并慢慢开始解体 飞机上的247名乘客和14名机组人员被大火活活烧死 是加拿大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事后判断 如果机组人员没有收回起落架 或许这则空难就不会发生了 第八名美国航空587号班机空难 一开始很多人认为 这次空难是恐怖袭击造成的260人遇难 因为距离美国911事件仅仅相差两个月 但最后经官方调查 真实原因净是两分钟之内 在同一跑道上飞行了两架飞机 由于第一架波音747起飞后造成空气乱流 导致后续的587航班在上升受到影响 尽管副机长尝试控制方向 并保持飞机能够平稳向上 但却在他一顿操作猛入虎的情况下 使飞机的垂直尾翼承受了他不该承受的压力 最终导致整个尾翼脱落 飞机也随即失去控制 全员260人死亡 还造成在地面上的5名无辜路人丧生 成为了2000年全球伤亡最惨重的空难 第七名美国航空191号班机空难 发生在1979年5月25日 这天正好是美国王兵纪念日假期的第一天 258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正打算这天出国游玩 但谁都没想到出去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该航班最开始滑行2000米时 飞机的左翼引擎突然脱落 虽然当时塔台人员发现飞机这一现象 但他们压根没有通知机所人员 并且飞机上也没有发出事故警报 于是在向上飞升了31秒后 飞机左翼瞬间发生失速并开始向左倾斜 从而使飞机失去了任何的控制 最终直挺挺便向地面撞去 整个飞机被撞击的四分五裂 机上的271人都在爆炸中当场身亡 此外还导致地面上两名工人丧命 而这次事故的最终原因尽是 维修部门为了省失省力没按照程序进行 从而导致了引擎和机翼接合区造成裂缝 美国航空因维修失弹而被美国政府罚款50万马内 第六名717马来西亚客机坠毁事件 事故发生在2014年7月17日 当时波音777客机承载298名乘客和15个机组人员 执行的是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任务 谁没有想到今天成为了他们人生的终点 而当救援队员到达时 客机上298人全部遇难 根据乌克兰反恐中心称 这架飞机被乌克兰民间武装的地对空导弹击中坠毁 但在2016年马航MH-17客机空难联合调查组发布了 调查结果中认为 击落客机导弹是来自俄罗斯的山毛举防空导弹 但俄罗斯并没有承认这一切 在当地时间2022年11月17日 判决导致马航MH-17坠机四名涉案嫌疑人 有三人谋杀罪名成立 另外一人无罪 因此马航MH-17坠机事件也告一段落 第五名沙特阿拉伯航空163号班机空难 事故发生于1980年8月19日 这是一场因货舱着火而引起的空难 虽然机长当时接到了机上报警 并且已经准备返回机场 但却因为遇到神队友的原因 而错过了三次救援机会 导致机舱内的301人被大火活活烧死 第一次错过救援机会 虽然大火已经浓烟即将蔓延到了机舱内 但乘客看到这种情况 竟不是第一时间采取救援方法 而是都纷纷在机门外拥堵在一起 甚至还有部分乘客大打出手 导致现场一片混乱从而错过自救机会 而错过第二次救援 是飞机在着陆后 机长不但没有将飞机立即杀挺 反而让飞机在跑道上滑行 甚至要求机组人员和乘客暂时不要撤离 就这样他们又错过了第三个自救机会 当救援人员赶到时 飞机上剩余的两个引擎都没有被关掉 导致救援人员需花费23分钟才能进入机舱内 然而已经为时已晚 当救援人员进入机舱时 301人早已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明明他们有机会逃生但没有把握住 第四名土耳其航空公司981班机空难 发生在1974年3月3日 而这场灾难正是因为飞机舱门的设计不合理 导致981班机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空中爆炸 原本是从伊斯坦布尔飞往伦敦的西斯洛基场 但在50公里外的莫城上空飞行式货舱门突然炸开 货舱与其上方的加压客舱之间出现气压差达到36000% 当时就有6名小日子被强行弹出 因为被炸毁的地板下方式 主要以及两组备用控制电缆 关键部件的失控导致飞行员完全失去对飞机的控制 尽管机组人员努力抬升机头并保持水平飞行 但还是以每小时783公里的速度在空中爆炸 整个机体被分解成数千块 最后坠落在埃莫农维尔森林里 飞机上的11名机组人员和335名乘客全部遇难 救援队抵达时 只有40具尸体在视觉上可辨认 其他的乘客已经化作为了2万个的尸体碎片 第三名沙特阿拉伯航空763号班机空难 发生在1996年11月12日 这是一起因两架飞机相撞而导致的空难 当时沙特阿拉伯航空763号班机 搭载着289名乘客和23名机组人员 从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起飞 并得到管制员的批准 由1000英尺高度上升到1400英尺高度 与此同时 另一架哈萨克斯坦航空1907号班机 载着27名乘客和10名机组人员 正准备进入赶紧国际机场 得到管制员的指令下降到1500英寸 但总有几个是不怕死的 当1907号航班降到1500英寸时 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继续往下降 随后雨在1400英尺的763号航班发生碰撞 两个飞机几乎是迎面相撞 1907号班机在下面 左边机翼直接削开了763号班机的 机身后半部分和机尾 沙特阿拉伯航空763号班机当场截挺 763飞机上的所有乘客全部遇难 由于1907号班机则在撞地前 保持集体结构完整 搜救人员在1907号班机的残骸中 救出四名重伤的乘客 但最后还是伤重身亡 就此两架飞机上没有任何人生还 第二名日本航空123号班机空难 该架航班在发生事故之前 已经存在多处故障 但并没有完全修复 凑巧那天正好是中原节 是小日子返乡祭拜祖先的日子 在客量的增加下 123号班机依旧在1985年8月12日起飞 但谁都没想到 这次的祭祖节日却成为他们的恶语 在飞机飞升到7000米高度时 客舱突然发生爆炸 虽然机长立刻向航空部门发出紧急代码 并且要求返回机场 但飞机却不受控制一直往前飞 最终飞机在剧烈晃动情况下 急速向富士山坠落并发生爆炸 当救援队赶到时 起初他们以为飞机上发现无意生还 于是撤退响等着天亮再来清理现场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 却在坠机点发现了4名幸存者 小日子的救援队真的太行了 也正是因为救援队的举动 本来有更多的机会救治幸存者 但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 最终导致505名乘客和15名技术人员 在这次空难中遇难 第一名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严重的空难 它就是特内里费空难 这次空难发生在1977年3月27日 此次事故本可以避免 但是因为天气和交流问题 导致583人全部遇难 由于当时的机场被厚厚的农物包围 并且机场只有一条跑道 而荷兰航空4805号班机 与泛美航空1736班机 都停在同一跑道 当时两架飞机都准备起飞 但荷兰航空的机长性格出了名的将 他可不想因飞行时间过长而遭到处罚 于是不理会副机长的指令 不断向空管人员请求提前起飞 但这时无线电却出了问题 荷兰机长听到了塔台人员给美航的起飞恢复 这便造成了一个天大的意思 荷兰机长随即就启动飞机准备起飞 但更致命的是 美航机长也听错了塔台人员的指令 本该转弯的飞机需要在下一个路口转弯 而此时的荷航正在跑道上滑行 面对还未转弯的美航 最终两架飞机迎面相撞造成共583人 万幸的是其中有61名乘客奇迹生还 所以一旦发生空难 机长掌握可是飞机上所有人的生命 一位好的机长可能会救了你一条小命 好了这期空难盘点就到这里 关注我下一期说不定会更加精彩